香港現時正值第五波新冠疫情爆發 在短短十幾天,單日確診數字由幾十單,爆升到今天的幾千單 由專家估計到3月中,單日的確診數字會數以萬計 雖然最新的Omicron變異株引致的重病率和死亡率 較之前的Delta變異株為低,但是它的傳播率大3.5倍 估計在感染基數大幅增加之下,重病入院的數字依然會大幅增加 而Omicron本身亦出現傳播率更快的鴨變異株 最新的丹麥研究顯示,有Omicron妹妹之稱的鴨變種BA2 傳染力是目前主宰全球疫情的BA1的1.5倍 估計BA2很快會成為全球大流行的主要病毒株 美國已經有近半數週份出現病例 香港早前的酒店檢疫群組亦都發現BA2 BA2患者在7天內有39的機率傳染同住的家人 而家人當中如果又有未打疫苗的高齡人士、兒童 或長期病患等高癌人士,又會增加出現重症的風險 現時香港醫療系統已經超出負荷,為免醫療系統崩潰 香港除了實施更嚴厲的防疫措施,市民可能要面對 化為更廣的封區甚至史無前例的全面封城局面 但在長遠而言,香港在堅持嚴格清零政策之下 作為國際的航空樞紐、貿易中心、金融中心 以至眾多國際企業的亞洲總部等等 這些多年經營和競爭得來的各種國際地位 可能會逐漸失去 與此同時,西方歐美國家在2021年隨著疫苗接種率逐步上升 加上後來Omicron變異株開始取代Delta 成為重病率較低的流行病毒之後 疫情前幾年似乎有所改變 英美歐洲逐漸開始採用與病毒共存的策略 確診病例雖然仍然單日數以萬計地爆發 但當大量無症狀及微症狀的確診者 可以自行在家隔離、自行康復 減輕醫療系統的負擔 現時歐洲多個國家已經逐漸放寬防疫措施 各項社會和經濟活動也可望逐漸回復 較正常狀態 亞太地區國家也開始效法 全球越來越多國家已經開始走向與病毒共存的策略 所以香港社會上也開始討論 既然Omicron的殺傷力低了 香港是否可以效法歐美國國 與病毒共存的策略已減少極為沉重的社會和經濟成本 當考慮採用與病毒共存對策的時候 其中最重要的條件當然就是整體社會的疫苗接種比率 中國最新的疫苗接種率是86% 中國專家鍾南山曾經說過 這個接種比率理論上已經令中國可以達到群體免疫 香港的疫苗接種率是83%比英國的78%更高 小道理應該是具備了與病毒共存的基本條件 那為什麼中國和港澳地區 冒著與世界脫軌的代價 都沒有信心實行與病毒共存的策略呢? 本集影片綜合了多方面的資料提出幾個教師雲談及的隱憂 第一個隱憂 整體社會的免疫力不及西方國家 整體社會的免疫屏障 不是單看疫苗接種率有多高 沒有打疫苗而感染的康復者 他們的自然免疫力也是一個因素 西方國家除了疫苗免疫保護之外 亦都已經有很多人感染了之前的Delta和Omicron而康復 而這些人無論感染前有沒有打疫苗 他們大部分都得到更強的免疫力 整體社會的免疫力比一年前Delta大流行的時期已經大大增強 據專家估計 英國有高達98%15歲以上的民眾 都已經有一定抵抗Omicron的能力 堪稱是全球對抗新冠病毒免疫力最強的國家 而他們的免疫力就是來自疫苗接種 加強劑和自然免疫力的組合 愛丁堡大學的免疫學家 萊莉教授說 那些將新冠病毒隔絕在外的國家 新冠死亡率非常之低 但是全體人口的免疫力亦都是較低的 言下之意 那些實行清零的國家和地區 似乎是錯過了一次 藉著殺傷力較低的Omicron 而獲得自然免疫的機會 第二個隱憂 滅活疫苗面對Omicron的有效保護性較弱 Omicron 那以入侵人體器官細胞的刺特蛋白 比原有新冠病毒出現了三十幾個變異 出現更強的免疫途日 北京大學在12月初發表的研究數據顯示 Omicron能夠途入85%的現有疫苗中的抗體 根據早前《紐約時報》報道 研究表明大部分疫苗 基本都是無法預防感染Omicron 只有輝瑞和莫德納的疫苗 在接種加強劑之後 似乎對防止感染具有初步的成效 而所有疫苗似乎仍然能夠提供相當程度的保護 避免Omicron引起重症 這個也是最關鍵的目標 香港只有科興和復必泰 即輝瑞BNT兩種疫苗供市民接種 兩種疫苗比較又是怎樣呢? 多於香港和外國研究都顯示 科興疫苗對Omicron幾乎沒有提供抗體的保護 其中一項去年12月 港大和中大聯合的研究顯示 在接種兩劑輝瑞BNT 又或者是科興疫苗之後 中和Omicron的抗體反應非常低 不足以防止感染 而在接種第三劑輝瑞BNT 即是加強劑的疫苗之後 所產生的抗體水平 就足以抵禦Omicron 而接種第三劑加強劑科興疫苗之後 所產生的抗體水平 就未能夠提供足夠的保護 研究列出兩種疫苗對Omicron中和水準最強的組合 以GMT 血清抗體值幾何平均效價 數值作為指標 數值越高表示保護力越強 感染Omicron的康復者 GMT數值是320 原始病毒株康復者 即感染Alpha病毒的康復者 再加一針輝瑞BMT 數值是130 打了三針輝瑞BMT 數值是114 打了兩針科興再加一針輝瑞BMT 數值是52 以上研究結果顯示 自然感染病毒的康復者 得到最強的抗體免疫力 其次就是來自輝瑞BMT 最低的就是來自科興疫苗 而科興就說 根據他們自己實現室的研究顯示 在接種了三針科興疫苗的48人之中 有45人即94% 有足夠抗Omicron的中和抗體 不過暫時找不到有其他權威的學術機構 有同樣的研究結果 而在世衛2022年1月5日的更新資料裡面 只要提及科興對之前的新冠變種病毒 約有50%的有效率 但對Omicron就仍然沒有數據 不過幸好 抗體保護只是對抗病毒的第一道防線 疫苗提供的第二道防線 即是T細胞免疫反應 依然可以發揮到一定的保護作用 根據2022年1月的報導 由香港科技大學和墨爾本大學 共同進行的一項研究顯示 儘管Omicron因為含有更多基因突變 能夠逃過抗體的追擊 但是透過接種疫苗 或者是經過感染肺炎之後 產生的T細胞 能夠有效清除被感染的細胞 並且促進其他免疫反應 尤其是預防重症 對控制病情惡化至關重要 以上的研究也都解釋了 為什麼接種疫苗的人依然會被感染 但是一般都可以預防重病的發生 大多數研究都顯示 科興對Omicron的抗疫功效 始終不及伏必態 中國絕大部分人接種的都是科興和國藥 而香港接種科興的比例也都大約佔四成 與西方國家打的疫苗種類有所不同 整體社會的防禦能力自然也都不同 這個原因是否就是當局認為 香港仍然未有條件效果西方實施與病毒共存的原因之一呢? 另外亦有專家估計 在快速傳播的Omicron大流行之下 群體免疫門檻所需要的疫苗接種率 可能需要至少百分之九十 比之前Delta大流行的情況下的百分之七十 又高了百分之二十 因此當局暫時唯有以嚴厲的措施谷針 希望將第一針和第三針的接種率 谷至更高水平 增加整體社會的免疫屏障 才更有條件考慮與病毒共存 除此之外香港的醫療系統承受能力 比在西方歐美國家又有所不敵 亦都可能是令香港當局 未敢貿然採取與病毒共存的策略的原因之一 聯結香港基金2021年發表的醫療政策報告 香港醫生人手比例持續低期 截至2020年 香港每一千人約只有兩名醫生 低過新加坡的2.5名 亦低過經合組織成員國的平均3.5名 近遠低於英國、澳洲、德國的3.9至6.2名 因此一旦市民大規模感染 不但缺乏床位 而部分醫護人員 亦都因為感染到而需要隔離而退下火線 疫情和醫護的能力此消比獎之下 總症和死亡個案 因而會大升西方的與病毒共存策略 在被香港交界的醫療系統之下 依然有數以萬計的人染病死亡 特別是一些高齡和長期病患的高危人士 就會成為與病毒共存下面的受害者 難怪有人說與病毒共存 其實就是發揮了病毒千萬年來的功能 就是泰若流強 是一種冷酷無情的達爾文主義 英國國家統計局去年亦都公佈了人坤壽命的數據 男性和女性的人坤壽命分別減少了1.2年和0.9年 是當地市十年齡首次出現人坤壽命下跌 相信就是受新冠疫情爆發所引致 除此之外 香港自我家居隔離的條件 又比一些先進地區的國家差很遠 是擠迫的家居自我隔離 家人隨時都會被感染 整體感染的基數又大了很多 不過除非某一個地區打算長期與世界隔絕 否則以一時的清零去對抗病毒 似乎都是徒勞無功的 要逃離病毒長期籠罩的陰影 始終都要找一個適當的時機踏出第一步 而剛剛遇上殺生力較低的Omicron 這個是不是適當的時機呢 這個問題就要留給各位專家 因應本地區不同的情況而作出研究量 不過有人說與病毒共存還是清零 已經隱約成為21世紀新時代中國體制 和西方自由民主體制較量的其中一環 令到原本可以純粹從醫學角度去解決的問題 變得更為複雜 很好 我愛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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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香港唯一全面拱解各種神秘現象 再加科學及理性解物分析的頻道 如果大家喜歡這類節目的話 請繼續支持 閃非解物的製作 除了like and share 本頻道節目之外 更加歡迎加入 閃非解物Patreon 每月只是請小弟喝一杯奶茶的小費 就可以看Patreon 每月讀響的各種 詩密彩蛋短片 以及讀響每集節目的純聲音檔 隨時隨地收聽閃非解物的節目 還有獨家詩密資料檔案 有你們的支持 就有閃非解物